毛 vaya analysis 吞咖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黑項部分都講完了 我想也無庸贅述 然後想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去年因為有發動一個反對 違背學術專業的微調科康的連署 這連署是 我們就放在廣告那邊讓它繼續跑 那我算到4月16號為止 對不起 各位這一點 這我得說明一下 這一張的所有title 都是去年連署的title 請記者記得 因為網頁上我不能去改那個title 請不要寫錯 因為剛剛有人提醒我說 那個主任換人 我說我知道啊 我說那我們可以寫 以後改成2014年連署的主管是哪些人 那這個總共有4499人 這號碼滿奇怪的 剛好4499人連署 那連署的時候 實際上在所有的國立的大學的歷史系所裡面 總共就是台大跟台北大沒有簽了 其他主任有的是掛名主任有的是個人名義簽 所以其他的幾乎都是連署的內容 因為我在網站上是公開資訊裡面 點擊去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名字 誰簽誰沒簽是一目瞭然的 我們後來知道 庫國表彈的好處是什麼時候簽有沒有 還知道是幾點幾分 這就是有一些實質上說的 這是第一件事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去反對這個微調客康 原因就是因為在地理學者來講 那個程序當然是很重要的 剛剛這個政委員說 最重要的是專業的考量在什麼地方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專業的考量 對地理學者可能是專業 在教育學來講是什麼 是要維護學生受教的權利 站在教育主管在座的各位主管來講 是要維護教師 居於教師專業的教科書選擇的權利 這是很重要的 現法護予各地方政府的教育的權限 這是權限怎麼形成是一件事 這個權限是一件事情 那權限所有的目的 一定要回歸到本質是什麼 就是維護讓學生的學習的權 能夠得到學習真理的可能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這一點是順便跟各位來報告的 那我知道對於各教育主管來講 有時候有一些困難 這個到底這樣寫教科書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這有一些事情 當然像台南原來社長 從去年就第一個跳出來 跳出來之後教育部就宣稱說 舊的執照要撤會 你們可以看昨天吳青山署長 那個新聞媒體的報導 他不是這樣說 請諸你們要維護那個學生 未來參加大考的權利 那個措辭的轉變 請各位細細琢磨 應該可以看出一些東西 原因是這樣 執照本來就是當時一次就給六年 一次就給六年 六年是寄今整個行政效益的公告 不是說你先布無效就無效 無效需要有法理的依據 不然你就是行政單位 你就是可能是賣權的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大家應該要注意 他可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也不是說 原來的101課綱就沒有很多缺點 我們要知道101課綱是 馬英九時代訂的 可不是陳德北時代訂下來給馬英九時代 其實馬英九時代重新訂的是101課綱 所以101課綱他為什麼還要繼續圍條 我們去年那一意義王小波講得最好 就是原來訂了想不到你們竟然能夠寫成這樣子 所以就更清楚地徹底地出現 但是好歹101課綱總是有更多的歷史專業學者在裡面 能維持住一些基本盤的可以這樣說 那到了這個維條科綱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面臨的一些內容的問題 包括我們屁然講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戰後要用20點去畫一個斷代 不大清楚 像昨天那個我看個新聞 那個教育部的官員還說 我們使用原住民族是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 但他才知道中國民國的原住民族是不包括西大雅人的 請問你那個高中課本有沒有 在清代以前講的原住民 通通不是中華民國憲法講的原住民 你到底知不知道 如果這樣你要怎麼寫 那也許下午來講 我們就乾脆跟他寫一個說 本書所講的原住民主 絕對不是中華民國憲法所者的原住民 這樣可不可以 這很奇怪嘛 我的學生問我說 這好奇怪 我說不然你期待怎麼樣 就宣稱我們寫的跟他講的不一樣 我們也想不到各好的方式來處理 那硬要你去改一些很奇怪的 那這樣硬要去調整 其實我想這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因為有點親信 經過去年一波的抗爭 那實際上還保留了一點彈性跟挪移的空間 不然一點機會都沒有 這是想跟各位說明的 那換句話說 在原來的課本的組織並沒有被撤位的狀況之下 那我覺得可能各教育主管機關的負責的首長 應該重新回到教育的基本面 就是一定要維護教師基於學術專業的教材選擇權 一定要維護學生受教的權利 教育就要回到教育的本質嘛 不是說只是我們學者說 你幹嘛這樣嚇 這樣嚇 這樣嚇 我覺得那都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這個本質的問題要處理 那當然所以我想大家也看到 所以現在教育部現在官員就告訴我們 你小心喔 要大考 你這個學生的權利怎麼辦 就變成是現在就祭出另外一招 讓家長看能不能真的什麼角度來表示什麼意見 但是今年使用這個課本的學生還要再三年才碰到大考 今年2015年起碼要加三年 不只加三年的問題 而且更重要是歷來大考 數來都有真理的問題有沒有 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啊 所以今天做這個選擇來講 並不會去影響到學生未來進入大學的相關考試的權 因為這一點也要重要 不然那個家長我很擔心 我覺得家長擔心是天經地義的 特別是台灣家長不擔心才奇怪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也應該要說明 讓大家跟特別是教育主管機關 能夠再多考量這一點 我這是想再說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當然正如這兩天 今天有很多朋友發言 最好是教育部能夠自己宣稱了解 過程中的種種不當有沒有 就撤會微調課綱 可是我們在看這可能嗎 所以昨天的訴求是要撤會微調課綱 宣稱黑箱作為無效的 那問題是他自己繼續有效力 這是一個現象 所以面對這個現象 我們只會說因為他宣稱有效 沒辦法我們剛才講的都做了 我們回過頭來 為什麼今天邀請這個 對不起 我們邀請六都 大家五都睡前睡前 為什麼邀請六都的交易主管的長官們來到這裡 目的就是說 可是你們有你們的交易權限 你們應該要有積極的作為 怎麼說交易不這樣 雖然我們都這樣 那這樣地方自治的主體性 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 這是有一些應該要跟大家說明的 那對於整個教師來講 我們也是呼籲教師應該基於學術專業的考量 來做教科術的選擇 因為這個整個是一環扣一環 不是哪一個人做就算了 應該是這樣整個來處理的 那因為剛剛我們主席問我說 現在那個各個高中在選書 不是看到樣書嗎 我想只要熟悉教科書作為的人都知道 那樣書都不是忠實的版本 因為時間上來不及 那馬上你失業要選書嘛 那執照什麼事要發出來 政委員在立環舉行空替會的時候 執照還沒有一張下 那執照還沒合完嘛 所以當然是用根據已經改得差不多 就先印了 這是每一次 大家記得這樣 每一次換一個新的版本 都是這樣的現象 這也請大家要理解這一點 所以這個狀況裡面就更有道理了 因為新版的也沒印嘛 結果版人不合法 然後現在在讀書讀了 然後全部撤銷嗎 這個更不可能 這是也是說給大家一起 我們來思考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截到4月16號為止 台灣的歷史系跟台灣史的相關系統 已經有175個教授 明確反對這個違調配方 在歷史學家了解的人都知道 這個人數看起來不多 所以說在歷史系統或五條政府 都是相當困難的 歷史老師通常不主動表態 我先一看一看說 以前國務黨主動動員 可能有沒有簽這麼多 所以說這是一個現象 請大家基於教育是百年大業 維護學生的學習的權利 務必能夠維持住最基本盤 我就是只能期待六都的交易主管們 你們動見觀瞻 很多高中老師想選不會跳以前的 很擔心上面有沒有照著 你們至少可以先照著你們下面所屬的高中 那這樣其他高中老師也才有更有更多的允許旺 所以今天這個座談很重要的目的 謝謝大家 謝謝薛教授他長期參與這個教科書的 那麼有一些人 尤其是主張要微調的這些人 他的主要的論點就是說 這個從前的課本呢 是非常的去中國化 所以他們是綠色的課本 所以他們要矯正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呢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老師 主張的還是要教導的是事實 可是我們看到微調的這個課綱 他號稱改變只有23% 事實上他改變了百分之六十幾 那麼他有沒有專業呢 事實上沒有專業 在歷史學上來講 他說台灣淡水是什麼時候開港 他說是鴉片戰爭 事實上淡水開港是在1862年 這不是鴉片戰爭的結果 是天津條約的結果 那麼在公民方面呢 他把納稅這個屠殺給消失了 白色恐怖給消失了 在歐洲啊 如果尤其是在德國 奧地利 如果你否認納稅屠殺的存在 那是要坐牢的 去年有一個英國學者 到奧地利去演講 他講的當然就是歷史修正主義 他就否認了這個納稅的屠殺 結果就被奧地利抓起來關了 判刑 還有一個美國遊客很白目 到德國柏林去旅遊 他伸手打字 舉了納稅的禁禮 也被抓起來了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麼在台灣 還有人要否定白色恐怖的存在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還有說 我們的主權 舉以全中國 這在我們的國際社會是不能接受的 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那麼新的這個維條克剛 還把它當作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都是國際社會所無法接受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這個全國 12年國教的家長聯盟代表 召集人周美玲女士